針對校園霸凌事件應如何落實防範及處置 並建立公正機制及淘汰不是人員的相關作為 今年3月台中一所高中七名師長涉嫌機體霸凌學生 導致親身案件震驚社會 類似校園霸凌事件層出不成引發社會關注 事實上校園霸凌非常的嚴重 而且不只是學生對學生的霸凌 還有老師對學生的霸凌非常的嚴重 那目前的機制幾乎完全無法處理 根據官方統計數據 校園霸凌事件過去五年間 從107年起身對身通報件數562件 到去年111年件數暴增兩倍 只是確認率反而逐年減少 有立委痛批霸凌黑數是造成悲劇的重要因素 到底這些代表到了這個委員會 到了這個教評會 拿什麼標準來做判斷 拿什麼依據來做判斷 你沒有這個依據的討論 然後就是一直在討論 打些人在這裡頭 最後好像是看運氣碰到誰 那就是怎樣的判斷 過去校園霸凌事件通報後 判定標準遭立委質疑 像是教師不適任行為 沒有具體判斷標準 或是受害者身心侵害 審議基準不明確等等 立委也要求建立確切的行為判准 反霸凌的專線改成1953確實從去年 透過這個專線通報的數量有達到6000多則 那比過去大概增加了一倍 為二指校園霸凌事件 教育部除了設立反霸凌專線外 各級學校也要設置投訴信箱 提供學生和家長反映管道 逐步改善讓學生能安心上學 三天新聞李文宇 羅佩宇 台北